城中村是只留存在城市区域内的传统乡村 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城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 城中村一般都是随着城市化的进城 在城市中失去了耕地 但仍然实行村民自治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村庄 这些村庄一般都密密麻麻的 建着六七层高的农民房 走在城中村的小巷子里 不论白天黑夜都显得暗无天日 楼与楼之间楼距非常近 光线严重不足 显得阴暗潮湿 城中村不仅房屋拥挤 很多房间还没有窗户 并且需要共用卫生间 由于人员混杂 生活条件十分有限 空气中常常弥漫着各种奇怪的气味 或是邻居家的饭香 或是汗味 香水味 或是搅臭味等等 这里也成为城中村的味道 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 是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城中村里 竟然还有不少漂亮的小姐姐 而且 她们大多都是来自农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难道这里的女孩 都是被拐卖来的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些小姐姐 之所以会选择来到城中村 其实都有着各自心酸的故事 她们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 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后 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所以 她们只能选择外出打工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在外面打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仅要面临生活的压力 还要承受工作的辛苦 而且很多女孩子出去打工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自己的家人 慢慢的和父母家人的情感联系 也就只剩下电话微信的联系 偶尔视频一下 说说自己的近况 提着大包小包住进城中村 只是千万个小姐姐进城的第一步 下一步便是要面临找工作赚钱 一般来到城中村的小姐姐 其实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具体的工作单位 或是亲朋好友介绍 或是同乡推荐 反正都是介绍好了工作 才开启城中村的奇幻之旅 当然也有人慢慢熟悉城市以后 会直接来城中村先住下再找工作 刚来城中村的小姐姐能干的工作 基本都是去工厂做普工 餐厅服务业 商场售货员等 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下班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所以生活过得非常单调 有的人在城中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小姐姐在亲朋好友的影响下 觉得自己不能再做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 所以大多都会离职去找下一份工作 换工作当然是要掌心的 如果不能掌心 很少有人愿意换工作 大多数小姐姐换工作 基本都是身边的小姐妹好朋友给介绍的 有什么样的朋友 就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就会开启什么样的人生 在没有学历 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想要获得高薪的工作 是非常难的 但是如果天生丽质 有着娇好的容貌 并且思想开放 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 那么他们很可能很快 就会找到高薪又轻松的工作 但是收益和风险 往往是相对的 收益越高 风险就越大 这些轻松的高薪工作 对于这些涉事卫生的小姐姐 往往像藏着毒药的蜜糖一样 很少有人能吃掉蜜糖 逃脱毒药的侵害 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高楼大厦一栋接着一栋 一直连到天边 但是这些都和刚到城中村打工的人 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城中村阴暗逼子的民房 也是要交房租的 也只是暂时屈身的小窝 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无助 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理解 我们总是说 人生苦短 要及时行乐 但是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 不是物质上的满足 而是精神上的富足 但是没有基础的物质条件 没有自己的家 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如何追求那所谓的精神富足 所以归根到底 还是要工作赚钱 赚得越多越好 最起码要能够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 有自己的家 这样的想法固然没错 但是现实生活中 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却少之又少 大部分打工人 都是一辈子漂泊在外 为了生活奔波劳碌 最后年老体衰 回到自己出生的农村 就像一块耗玩光和热的干电池 被从手电筒中取出来 随手丢弃 城中村虽然有千般不好 但是比起大多数人的农村老家 却也要好得多 大多数住在城中村的小姐姐 第一次见识城中村的美食 往往都会惊叹不已 因为这里的美食 实在是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小吃应有尽有 不仅价格低廉 而且非常美味 刚从农村来的小姐姐 吃惯了母亲做的饭菜 在吃这些小吃 那种幸福的感觉 简直无法言说 而且每个地方 都还有一些特色小吃 比如臭豆腐 烤面筋 小面 米线等等 这些小吃在农村 是很难吃到的 所以很多小姐姐 第一次到城市里都会每天不停地想着下一顿吃什么 除了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美食小吃 城里无穷无尽的商场里 漂亮的衣服才是小姐姐们的最爱 待在农村的时候 每一次买衣服都得去县城 县城的衣服不仅贵 而且款式也老套 休息日的小姐姐 往往三两城裙一起去买衣服 她们往往一逛就是一整天 回来的时候总是满载而归 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她们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 也很开心 穿上新买的漂亮衣服 她们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此外 昂贵的化妆品也是小姐姐们的必需品 毕竟 谁不想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那颗心呢 所以 她们会花很多钱在化妆品上 不过 有些女孩子的消费水平比较高 一个月的工资 可能不够自己买衣服 买化妆和吃饭 于是 很多女孩子就开始想办法 只要身边有人谈论赚钱的事情 小姐姐们都会认真倾听 最常见的事去做兼职 或者是做微商 劳累一年 过年是每年最幸福的事情 每到年关将近 城中村里的小姐姐们 天南海北拎着大包小包 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回到家乡 回到父母的身边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吃着热腾腾的饭菜 看着春晚 享受着天伦之乐 但是 却有些人 他们不能回家 或者不愿回家 总之各有各的心酸 各有各的悲欢离合 也有的小姐姐 回到家乡父母的身边 却是愁眉苦脸 高兴不起来 甚至还有一些小姐姐 回到家后 和父母大吵特吵 原因不外乎是 钱的事和结婚的事 钱的事情很简单 回家后 母亲会不停地唠叨 谁家的孩子 今年过年给家里拿回来多少钱 给父母买了什么衣服 给母亲买了什么金银首饰 一年到头 能给家里拿回大把的钱 又给父母买衣服首饰的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小姐姐在城里打工 能把自己生活 照顾好 就已经不错了 毕竟他们 才刚刚走向社会 听着这些话 小姐姐心里很不适滋味 父母亲戚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 甚至连自己的生日都会忘记 却嫌弃自己 回家带的钱少买的礼物少 压抑和苦闷 即使过年的喜庆 也无法冲淡 正月初期过后 不管家是幸福的 还是苦闷的 必须要离开了 开始新的一年新的生活 坐在离家的车上 有遗憾有难过 但是更多的是希望 只要离开家去城市 就有无数的可能 就有无数的精彩 相比男孩子 有农村家里的房子 和土地可以继承 女孩子在农村的家里 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 到了城市 也是一无所有 同样都是一无所有 为什么不去城市呢 毕竟城市里的可能更多 希望也更多 憧憬着甜蜜的生活 心里也就有了幸福和力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 我的视频看了有用 或者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请动动小手 按赞订阅 保存开启小铃铛 以防您想再看找不到 franchise 比如ology 完成 stepped下 帮助 教授 hak